那么在租个恋人回家这事上 观察团的朋友们 你们到底是支持父母呢 还是支持孩子呢 请表态 70后有点小 8090各占一半 我坚决反对任何租男友 租女友回家这样的行为 风险性太高了 你们没有看到网友 出过事 出过事 网上新闻里出过这个 就是啊 然后他带着一男友回去 这男友特别配合 表现特别好 家里人的红包收了多了去了 然后晚上这男友 就走到他的闺房里说 你做我真正的女朋友吧 这女孩在这种浪漫的气氛当中 一想也不错啊 然后两人就省去一万多次 然后结果回家之后 这男的卷着钱 整个人蒸发了 你知道吧 被骗财骗色 我这说的好像就是 你自己的事一样嘛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吴老师 您多想出一天来的 我给您结账吧 咱俩这事也别瞒着了 过年回家 争男友争女友回家这件事 他其实可以提倡 太恐怖了 你知不知道这叫引狼入室啊 那也不是情狼的狼 那是色狼的狼 而且你知道这男人 你对他钱的根本没有了解 他万人一作奸犯科的坏蛋 你们全家儿的生命 我跟你说都不保 再说了 那是你亲爹亲妈呀 你忍心就这么骗他们吗 那方圈圈 你赞成吗 其实我也是赞同的 请问一下 如果要租你的话 多少钱一天啊 现在我还没这个勇气呢 我觉得既然其实他们相遇 就说明也是一种缘分 当然前提是 这个人靠谱 你说我怎么就没遇上 这么好的事呢 你说租就租吧 好像还蛮漂亮 都是男人 命运怎么就这么不同呢 他为什么会这么幸运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告白者 哈喽大家好 志根好 你好 我叫徐鹏 今年28岁 是个北京地道的纯爷吧 纯爷 现在跟几个朋友 喝开了咖啡厅 然后也算做一点小生意 我让你说这些了吗 你以为你长得帅 就可以无视我的存在吗 没有吧 我觉得应该 你在我上面吧 这不叫我在你上面 我明明在你旁边 你这么帅 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 刚刚分手 你们两签了协议是吧 对 协议是他提的 因为当时我把新闻证 还有一些我的信息 然后写在了上面 大概时间是一周左右 然后费用是一千块左右一天 一千一天 往返的费用是由他来出赞的 一个星期就七千 包括往返的费用 他得租个男友回家 前后得花上万把来块钱呢 可你不觉得特质吗 又不觉得特质吗 为什么会觉得特质呢 你就那么值钱吗 我告诉你 那男生比你帅 哪个呀 那个 对吧 潘春春 帅吗 我还是觉得我们观察团的男生比较帅 你这样太不好 如果要你花一万租他 你会租吗 那还用说 当然不会了 你看吧 这就是臭屁的后果 就让你花一万块钱 租我跟老师的 跟主持人的 你拉上我 干什么 我名话有主 这是孤品 不能租 你拿了钱吗 我从一开始见到他那一刻 我就想过不拿一分钱 那你就是一开始就不怀好意了 其实不能这么说 因为他给我当时的感觉 特别的直爽 因为在这过程中 他对他父母也非常孝顺 所以我就没有想过 要他这一分钱 他当初那个招租的协议上 是什么条件 我觉得是写的是我 那你介绍一下你的条件吧 身高长相年龄三围 都说一句 说啊 跟你差不多吧 这孩子太会说话 怪不得他硬针上 如果他不漂亮 你会被他租吗 有的时候不是看长相来决定一些事情 那你们俩在这段时间 去山西的这一个星期当中 你们最亲密的行为是什么 拥抱吧 他大夫有蟑螂嘛 然后蟑螂那天我进屋 然后他看到蟑螂 然后一下抱住我 那一时刻 反正当时我的心都融化了 我挺为那个女孩担心的 我怎么觉得可惜啊 我 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就父爱泛滥成灾 我太气愤了 潘春春过来 80后那位男生 来来来 就把当时看见蟑螂那一刻 他就怎么抱住你的 让他们俩再演艺一点 让我们感受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回来了 人家就是抱一下你 我们没有说要继续往下演 我们其实就抱着进家门了 知道吗 然后他说的那个心的融化 那个 如果说那一刻 我抱着他瞬间心融化 那是因为 我问你 一个陌生的女孩跟你不认识 但是因为租赁的关系 彼此有了一点 稍微有一点暧昧的好感 他突然之间遇到了危险 抱着你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感觉 我觉得如果穿的那么少的话 确实会起邪念 你知道吗 那如果他没穿这么少呢 人家正常的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 呃 大怪像马把他放下就对了 就不会再继续抱着他进家门 你不会动心 不会 因为很明显我们就雇主关系了 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事 去起别的邪念 如果我碰着蟑螂 我可能 你反手给他一耳光 不会 我可能如果我一碰脏 我还真的怕蟑螂子 啊 假如我碰脏了 我马上回来打 啊会这样 会这样 然后马上警醒 对吧 我想 不会死死的抱住 对 我想双方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真的喜欢让他 应该就是那次拥抱 然后让我一下子觉得这个女生 呃 很需要呵护 很需要保护 跟照顾 哎 我觉得很多圣女看到这一段 应该受到很大的启发 想要有情郎 先要找蟑螂 对 找张 这蟑螂找得对 而且也有可能这个蟑螂是开始 这小子特意安排的 他抱住你的时候 你认为他喜欢你吗 有 但我不明白 就是因为从太原回到北京 然后从春节到现在 从一个特别热情的一个人 然后变成了一个特别陌生的一个人 而且下火车那一刻 我还跟他说 我说明年我要租你做我的女朋友 你跟他表白了 对 他怎么说的 他不拒绝 然后也不同意 就这样了 说句实在话 如果 有人要租我 我说如果啊 我觉得我挺屈辱的 我怎么可以交换呢 用这样的方式来欺骗白发丧丧的老人 你们忍心 但他们就在一起了 不算欺骗呀 现在还没准谁说在一起了 我认为这种方式 我还是不提倡的 至少我是不提倡的 我原来我们说网恋不靠谱嘛 但网恋也有成功的 但是这个 还是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商业性的 和对父母的欺骗 因为从今就有这样的新闻 就是有个女生 她每年回家去的话 父母就会逼她 上午相亲 一个下午相亲 后来她已经受不了了 突然呢 你被逼过 没有我 是一个新闻 事实 后来的话 她就去到了精神病院 就希望医生给她开一个 精神病的一个证明 然后她就为了回避 就是不回家不停的相亲 然后就在精神病院里面住了一周 父母也应该自我检讨 不要逼婚逼的太厉害 把孩子逼的 你说都上精神病院开证明 在那儿去度过一个春节 你想想这孩子心里得多难受啊 你给他们一点空间 让他们慢慢找 别老给他定时间表 这样的话 孩子就能够慢慢的 是吧 顺畅的找男朋友 那你到这儿来告白 你认为你有多大的胜算 那是想 古董勇气 不管成功与否吧 把我该做的能做到位 然后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 我都不会后悔了 好吧 不管刚才的话题 有多么的争议 但是今天既然你来了 我们还是给你这样的一次机会 我们请这位同志站到 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赵丽我要问你三个问题 好 徐鹏 好 你那个所谓的雇主 丁宇 如果他今天不来 你怎么办 我还依然会坚持 依然会告白 因为我觉得认识的途径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已经到了 如果他今天来了之后 明确地告诉你 你误会我 我们只是租约关系 我并不喜欢 你刚才所意识到的什么 我抱你呀 我半推半就不表白呀 你都误会错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你怎么办 还是会坚持吧 最坏的一种可能 他是有男朋友 他只是不敢带到家里去 因为他的条件不符合家庭的需求 他有男朋友 你怎么办 什么事情都有公平吧 我觉得可以公平去竞争 或者公平去相处 你真的要坚持到底是吗 就哪怕是跟另外一个男人公平竞争 你也要进行下去 我觉得就像我来之前 来这个节目之前 因为我听到这个节目说 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我觉得既然我有感觉 我有这份的想法 我就应该大声说出来 至于结果怎么样 已经不重要 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是吗 请把手放在按键上 来我们一起倒数吧 五 四 三 二 一 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是吗 请把手放在按键上 来我们一起倒数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太抱歉了 人家来都不想来 谢谢大家 我去看 有点蝴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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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们觉得这样的 要扶男友吗 有 你们想做他的男友吗 站出来 谁啊 谁 我虽然是开玩笑 但我说的是真话 你应该不像没有男朋友的人吧 我确实没有男朋友 你们家里为什么比你这么紧 今年多大年纪啊 今年28岁了 本身自己也知道到了结婚的年龄 爸爸妈妈肯定也很着急 更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姥姥 我姥姥今年过年就88岁了 他看到我的表哥表姐结婚 他不可能没有期许 我希望能够给姥姥一个交代 那你不觉得这样挺不安全 我也是要有自己的考虑的 就是我也要有自己的审核 你了解他的前情过往吗 这个 你了解过他是否在公安局有备案记录吗 这个还真没有去 是啊 你怎么确定他就是个好人呢 他一个是长得 我觉得特别讨老人的喜好 还有 明明是我这种长相最讨老人的喜好 老人肯定说这么帅的肯定没好果子吃 对吧 肯定心里不踏实 我这样才最安全的 我一直都认为咱俩同一款 咱俩就同一款 你真会说话啊 事实就摆在眼睛 我只好承认 我跟你说不要因为这小伙子长得帅 就以为他一定是一好人 我跟你说长得帅人变瘦 新的多了去了 哎呦你被欺负的多惨呢 今天他租给你 明天就可能租给别人 结了婚之后可能他还拿这赚卖快呢 哎 有什么可以回应一下的吗 志玲老师说的句句入情入理 我突然觉得 觉得老师童年不太 好像不太开心 我说的都是男士说话 再者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觉得你这样去骗一对 白发苍苍的父母 你良心上会有一些愧疚吗 肯定会有 但是我觉得这种内疚 我也是衡量过的 就是骗与不代之间的内疚 我觉得骗的内疚会小一点 你为什么会遇见蟑螂抱着 无论当时身旁是谁 我都会抱着 这是看到虫子的最自然的反应 最正常的反应 听见了吧 自作多情了吧 既然已经说到这了 说点实实在在 你到底喜不喜欢 别装傻 都闹到我这了 你还不说实话吗 这个是他闹的 是他闹的呀 你不来了吗 就是我跟他 第一次见面那个眼神 还有他给我的 他冲我微笑 当时整个身体都酥了 我觉得不是说 但是 就但是我见到 每一个人我都会笑 难道哭吗 那个小伙子 你对他笑一下 酥了吗 我只能说 你很漂亮 其他没了 我觉得他俩还挺般配的 然后我也挺羡慕的 加油 如果他拒绝了你 你就继续追他 一定会成功的 一话 给父母打电话 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是假的 你们会重新 好好认识 如果经过了 实际的检验 你们俩并不合适 以后再也不可以 用这种方法 面对未来的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好 任何一种坏的事物 都有转为好的 但不是百分之百 那是不是能够证明 所有的认识的方式 都可以演变成 真正的爱情呢 我相信成功率 可能连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都到过来 但是如果你们好了 我们还是很高兴的 当然这还得看他答不答应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舞台交给徐鹏 接下来是徐鹏的告白事件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为什么从一回来 然后到现在 你一下子就变了 另外一个人 你知道我租你回家 过年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我说实话 我特别特别感谢你 让我父母 还有我姥姥特别的高兴 然后我也特别高兴 因为我是一个北漂 然后我自己想奋斗 我是北京人 然后我有房子 我觉得你不需要 因为房子 然后奋斗 去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 我说的这个立足 是指的房子 但不是我老公的房子 我觉得他不会耽误 我跟你的之间的交往 而且你不觉得 就是从我们认识 然后到现在 然后到回到老家 然后这之间发生的事情 都历历在目 你很多事情 我都记在心里 包括比如说你做红烧肉 做每一道菜 虽然很好吃 但我都没有说出口 你喜欢的小熊 然后你喜欢看的电影 你所有的所有的一切 我都记得 真的不相信我 我觉得今天在场 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是一个认真的 我是想跟你 好好在一起 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让我们 去认识 去了解 去在一起 实际上我的重心 是一直是放在工作上了 这样吧 这样吧 我给你样东西了 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但是家俊 都没吝点 这就会有发生 突然 打赏 кой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有想到就是你会就是用我不知道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开始认识的那种方式让我觉得特别的就是比正常的那种相亲还要让我觉得别扭实际上想起来 因为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方式会让你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今天还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 因为他让我们认识了因为他让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希望把那个东西给你 闭上眼睛 精锐珍珠提醒您稍好继续收看完美告白 闭上眼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你给她的礼物是吗 对 其实我送给她礼物 因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合同上认识的 所以我希望 当时我们签的是一周的合同 所以我希望 我把我这辈子都签给她 然后希望 我可以好好的照顾她 我把我这辈子都交给她 出租房 徐鹏 成租房 丁宇 甲方徐鹏 自愿由乙方丁宇 无偿租赁使用 使用范畴包幸福 包满意 租期一辈子 生效日期 2014年2月25日 如果不满意 可以退货吗 不包退 不包怀 不包对 不包怀 对 你要是愿意 就在上面签字吧 拿笔给我 谁让你给他钱上的 他都要他付几千 没有在我心里 已经是这样的现实了 我觉得 您把笔交给 自己决定 不要因为他们这么说 这是你自己的事 自己决定 我就搞不明白 这玫瑰花捧 手上的捧 那么开不开 以悦 还以悦 这个你们俩是要带回家吗 要啊 要 就实际上 我说的话也很开心 然后 我想问你 就是 实际上在签字之前 我应该问你的 你可以接受 我不停的出差吗 可以啊 我都可以接受 你就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港帮 他做什么 你都愿意包容吗 我都愿意 来 用这个给他画上胡子 来嘛 他说做什么 他都愿意 试下看 他画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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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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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他他他他他愿意包容你 你是这算答应了是吗 我只能说是 是一次吧 是一次 好吧 我们束缚他 一个星期不准洗啊 回去吧 好好过吧 哈哈哈